辽宁南兰西拜广上扬名赛后呢又收到了一个更大的坏消息 杜丰渔翁得利广东宏远啊有望在本赛季完成夺冠希望飙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本赛季CV联赛进程过程中啊 我们也是刚刚收到了一条消息 那么伴随着这个消息的到来 暗示着广东宏远对本赛季他们争冠之旅将有望迎来一个命运上的大反转 让此前可能大家感觉到胜利的天平倒向了辽宁队一方 但是如今广东宏远队却在逐渐的把这个胜利的天平给掰回来 而对于辽宁队来说在本轮比赛他们惜败给了浙江广沙之后 让球队本赛季未免的前景而遭遇了当头望鹤 那么对于少帅杨明来说 球队在本轮比赛也是非常的遗憾在客场输给了广沙 其实呢对于各支球队来说 来到了常规赛尾声阶段 各家俱乐部也都是非常的希望能够打出一个好的成绩 不仅是为季后赛提前的奠定基础抢占好的名次 更是能够为季后赛提真士气 让球队带着这种良好的势头来备战和迎接接下来的季后赛 那么不管是争冠级别的队伍 还是说季后赛边缘的球队 大家都想要争取一个好的名次 有的为了季后赛的门票而战 有的则是为了季后赛抢占主场优势而战 各家俱乐部目前的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 而在本轮比赛结束之后 其实很多关于季后赛的一些悬念 基本上都沉严落定了 其中你像浙江筹州队 他们在本轮比赛结束后 也已经提前锁定了本赛季的常规赛冠军 但是毫无疑问 就浙江筹州这季俱乐部 它的整个底蕴竞争力来看的话 其实它跟辽宁广东 感觉还是差了那么点意思 所以说本赛季辽宁广东 是更被大家看好的两支争冠强队 那么这两支球队 也是过去这几个赛季中 我们CBA争冠的一个主旋律 辽越争霸 那么本赛季这两支球队 也伴随着浙江筹州 锁定了常规赛冠军之后 这两支球队也提前锁定了 常规赛的第二名和第三名 只不过说 谁是第二谁是第三 这个排名还没有定 那么这也将会引发两支球队 展开一个激烈的角逐 过去几轮比赛 两个球队也是交替领先 能够看出 就在一场球之间 这种咬得很紧 这个时候就比谁先犯错 谁先犯错 谁的排名就掉下来了 可以说这两支球队 如果说按照本赛季的 这种争冠形式来看的话 两队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 在CBA半决赛相遇 是已经板上定定了 因为他们两个球队 一个第二 一个第三现在定了 那么在半决赛相遇的话 谁能够打定总决赛 或许谁就有机会 真正的笑到最后 拿下总冠军 所以说今年的CBA半决赛 才有可能就是 提前上演的总决赛 对吧 所以说眼下来看 辽阅之争 在今年的半决赛 将会左右着 整个CBA冠军的归属权 那么今年的这场半决赛 辽宁 广东 两支球队 在整体的战斗力 竞争力 人员配置各方面 旗鼓相当的情况下 谁能够笑到最后呢 其实啊 决定性的一个因素 我个人感觉很关键 什么 那就是主场优势 如果说像辽阅 两家实力接近的球队 谁端一个主场 谁就有机会在 这一系列的赛制里边 半决赛是五局 三胜制 谁就有望能够笑到最后 那么就在本轮比赛 辽宁是西败给了广沙 而广东 则是击败了上海 那么这一胜一负 就导致辽宁队 失去了争夺常规赛 亚军的主动权 而广东队 反超辽宁 上升到联盟第二 那么也就意味着广东队 只要后边几轮联赛 他不犯错 那么他就能够锁定 本赛季常规赛亚军 而辽宁队只能拿到 常规赛季军 打到季后赛 广东队多一个主场优势 他可以接触主场优势 而淘汰辽宁 最终打进总结赛去夺冠 对吧 而辽宁队 甚至在本赛季 你不要说未免 有可能你连总结赛都打不进去 所以说眼下来看 在恢复了主客场之后 多一个主场 他的优势有多么大 真的不言而喻 这说眼下来看 广东队如果说 能够一直笑到最后 能够拿下常规赛亚军的话 无疑本赛季 他们夺冠的希望 将会大幅度的飙升 而辽宁队 则彻底失去了 争冠的主动权 接下来辽宁队 不仅在常规赛 剩余的几顿比赛 不能犯错 而且还得盼着广东队先犯错 命运也把握在了别人手中了 对于辽宁队来说 这才是最让人头疼的事